真的假的 感觉这个蛋挞馅看着不太对劲啊 假如你有一台空气炸锅 好久没有空气炸锅了 新买了一个 搞一下 我们先来做个什么呢 烤糖果 但是不是真的糖果 它是用馄饨皮包出来的 准备做一个香蕉甜口的 再做一个香肠咸口 这个香蕉再给它来两刀 要不然太大了包不上 你咱也不用这么多 剩下自己吃了 非常新鲜 香肠放中间给它一包 两边一拧 糖果模样 出来了 看起来并不是很好看的 怎么感觉 不行 我这个馄饨皮怎么有点怪啊 一拧它就碎了 掌握精髓了 家人们 轻轻的扭一下 折叠 最好是这种折叠 喂 误会出来了 跟他们几个一别 天壤之别 这个就是什么 做菜的天赋 这玩意真得扣你的悟性 然后我们把这几个糖果 放盘里 给它刷上蛋液 然后来上一点芝麻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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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180度7分钟 中途我们给它翻个面 后边我再给它补上一点蛋液 OK好了 看看怎么样 啊 香蕉都烤爆了两个 怎么回事 都爆了 就这一个没爆 香肠烤的是很好的 话不多说 品鉴一下吧 先尝个咸口的吧 感觉又棒棒的 嗯 香肠糖果 两边这块它其实烤得挺脆的 但是它的面味很重 有一种吃死面馒头的感觉 我们可以加点酱番茄香肠糖果 别有一番风味 再来点炼乳炼乳香肠糖果 嗯 甜鲜口 尝一尝这个爆馅香蕉 哇好怪 它里边是石虎软塔塔的 第一款我给出的意见是一般没有很经验 第二个我们说个真正的甜点 奥利奥蛋挞 我们就做四个吧 奥利奥我们把这个奥给它敲碎 给它单独倒出来 然后加点牛奶给它搅拌在一起 说实话 我没这么做吧 我也不知道它好不好吃 帮你们这个一探 说实话 感觉这有点太稀了 完全不像蛋挞叶呀 我再碗里头加几块 在里边给它搅碎一下 完事 OK 摆好我们的蛋挞 加入我们的这个奥利奥蛋挞叶 真的假的 感觉这个蛋挞现在看着不太对劲啊 真的好吃吗 它这上还雕了 蛋挞是180度15分钟 我们就按照它这个来看一下吧 好久没有空气炸锅了 上次我在咸鱼上挂了15个空气炸锅 大家都很喜欢 今天又整理了一波闲置 还都挂在咸鱼上 最近好多人问我用的啥锅 啥破笔机都给你们安排 可能有人很少做饭 那我还有两个全新的派利德 再来一个护肤平底盒 就10块钱挂咸鱼出给大家吧 快点击评论区链接 上咸鱼搜实际海挪就可以找到了 你们平时有什么闲置 也可以挂咸鱼卖了赚点钱 未来我也会持续上加一些闲置好屋 大家都多关注哦 烤好了 但是说实话 What the 好看吗它 这四个玩意儿 我竟然感觉它可能有一次好吃 奥料蛋挞 它中间切完是这样的 中间这块居然有点Q弹 蛮好吃的 而且它不那么甜 它只有饼干上的那一点甜味 你要是喜欢吃甜的话 可以在里边加点炼乳或者是白糖 这个还真不错 我们再做一个黄油芝士玉米烙 先把这个玉米焯一下水 来一勺白糖再来上一圈蛋黄酱 两块黄油给它们都搅圆 坏了家人们 最后还要在上面铺上一层马苏里拉直式 但是我发现我家这个奶酪已经过期一个月了 里边都臭了臭奶酪了 这就没办法了 只能这么烤了吧 170度10分钟 看看怎么样 怎么感觉里边湿漉漉的呢 这个黄油我什么放的太多了 黄油玉米粒来说是 尝一口吧 哇 本来这个玉米粒它就是非常甜 它再加点白糖和蛋黄酱 混合着黄油一起烤出来 有一股奶味说实话 还有我的奶酪过期了比较可惜 最后一个是我最期待的 纯脂原味鸡 先给它扎点口 准备给它腌制一下 生抽蚝油胡椒粉 再来上牛奶 最好给它腌制4个小时 隔夜腌制更好 来一勺面粉 来一勺淀粉 加点盐 黑胡椒 给它搅和搅和 把我们腌制好的大鸡腿 放这个粉里头裹一下 直接两个大鸡腿 放空气炸锅里 表面给它刷点油或者喷点油都行 200度烤个25分钟 烤一半了 我们要翻面 感觉这俩烤得真不错呀 这什么 这什么血 胃子 烫死我了 有血的吗 这个就有点不美观了呀 这个怎么办 出来了 这个也没提到怎么处理呀 没事烤干了一样吃 烤好了烤好了 巧克力夹馅鸡腿 没想到它有这个血水 很烦 但是没事 咱根本不看那面 哇 这看起来真不错吧 味道才是关键 它的特点就是 烫 烫不是 不是烫不是它的特点 是它这个肉真的很嫩 而且熟了 来一块大鸡皮 但是它这个鸡皮 跟炸鸡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我感觉用小鸡腿烤更好 小鸡腿容易熟 但是这么腌制 味道也不错 OK 如果小明镜视频 别忘了点赞关注 OK OK 好